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的心 以恶习玷污了神所赐他们的居住之地 生命纪九章五节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以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盼望我们读完本章 更加体会人性的软弱 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所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意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在我们的软弱中 我们更需要敬畏神 倚靠神 如此我们才能长久活在神的应许之中 第一件事 未破谋杀案除罪的规定 一到九节 在生命纪第十九章 神的律法已经处理了两类杀人事件 误杀和蓄意谋杀 神在以色列各城各乡中都设立了逃城 为的就是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躲避报仇的人追杀 而蓄意谋杀的 就算他逃到了逃城 也必至死 在本章 摩西吩咐另一类的凶杀案的处理办法 那就是没有找到凶手的悬案 你可知道 在美国 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凶杀案 无法争破成为悬案 神将不可杀人写在十戒中 但是因着人的邪恶本性 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被杀之人的血渗进大地 玷污了神圣洁的应许之地 而被杀之人的血 向神倾诉他的冤屈 创世纪四章十节 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 有声音从地底向我哀告 因此 若是发现被杀的人却找不到凶手 离凶杀案最近的城有最大的嫌疑 也担当着杀人的罪 这个除罪的责任就落到 罪禁之城的祭司身上 神明记二十一章五节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和华年的神 拣选了他们侍奉他 奉耶和华的名祝福 所有征送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判断 除罪的程序有三个部分 一在山谷中打断赎罪祭身的景象 母牛犊就为众人赎罪 三和四节 二 在母牛犊之上洗手 以此仪式来为城中众人发誓 与凶杀案无关 六到七节 三 祷告求神赦免全城的百姓 八到九节 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 罪的公价就是死 不论这个罪是被人发现还是隐藏 有罪的神必追讨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保罗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 从罪中将我们赎回了 我们当敬畏神 不可再犯罪 第二件事 对待娶为妻子的女战俘 十到十四节 古代的迦南对战俘是残忍的 女子会沦为奴隶 甚至被强暴 但是在神的律法中 以色列人不可随从迦南人的分俗 做亵渎神的事 但神允许以色列人 娶美貌的女战俘为妻 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女战俘 一定不会是迦南七国的人 因为摩西在生命纪第七章已经规定 生命纪七章一三节 耶和华你神 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 格加萨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名 都比你强大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将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因此 这里的女战俘 大概是指比较远方的名 照理说 以色列人 不要娶这些女战俘就是了 但是人却软弱 容易被美貌吸引 执意要娶她为妻 这几节的规定 我们看到神定义 保障女子的权利 甚至是沦为战俘的女子 她们被以色列人 娶为妻子 进入以色列人的家族 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贝鲁时 所穿的衣服 在家哀哭一个月 这些都是表示 外邦的女子 告别自己的过去 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 被以色列人的社会 所接纳 而被接纳之后 这些人享有 以色列女子一样的权利 即使她们日后被休 以色列人也不可以 她们从前 为战俘的身份对待她 我想到 我们也如这些外邦人 从前我们不认识神 与神的应许无关 因着耶稣基督的血 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 从此 我们的身份就有了保障 我们不会因偶尔的过犯 而失去在基督里的身份 神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 第三件事 长子的继承权 15到17节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是神在创世之初 为人类设计的 美好家庭蓝图 然而 神顾念人的软弱 在古代允许 多妻制度的存在 但这并不表示 多妻制度被神祝福 从以色列先祖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 多妻带来家族的竞争 和困扰 亚伯拉罕 两次硬的心肠 将夏家和他的儿子 赶出家门 雅各的妻子 利亚和拉杰 为了雅各的宠爱 在竞争的路上 越走越远 第十五到十七节 神提醒以色列百姓 敬畏神 不要因自己的喜好 而费长利诱 因这儿子 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长子的名分 本当归他 为何长子的继承权 如此重要呢 因为在以色列的习俗中 长子继承 双倍的家产 和双倍的祝福 但是同时 长子也承担 家族的责任 为父母养老送终 如果中国的古代帝王们 都明白神的这条律法 我们现在的那些 宫斗剧和宅门剧 就都没有存在的 历史依据了 第四件事 悖逆的儿子 十八到二十一节 十节的第五条诫命说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尼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神明记第21章里 讲到 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而且是在多次管教之后 人不听从 父母就可以将他 带到本城的长老面前 用石头打死 这听起来有些残忍 然而这条律例 传达了一个观念 那就是公然地悖逆 被神弃绝 这个儿子 违背了第五条诫命 也就是违背神的律法 与拜偶像 不守安息日 杀人 坚营一样的待遇 第五件事 挂在木头上的尸首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最后一段 神的律法规定 不可将犯罪 致死的人的尸首 挂在木头上过夜 在古代 将犯死罪的人的尸体 悬挂在城墙上 或木头上 目的是警告其他的人 神明记21章23节 他的尸首 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必要当日将他埋葬 免得玷污了 耶和华女神 所自你为业的地 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在神圣洁的律例中 死尸是不洁净的 明书记第十九章指出 摸了人死尸的 就比七天不洁净 圣命记这里 让我们看到 神是圣洁的 因此神的应许之地 也成为圣洁 人不可因为 不洁净的死尸 任其暴露在外 以至于玷污了 神赐给百姓 唯业之地 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这句话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 也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 神公义的愤怒 倾倒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身上 耶稣基督 为我们担负了 罪孽的刑罚 加拉太书 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 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边将亚伯拉罕的福 因耶稣基督 可以领到外邦人 使我们应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总结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神在所事上 仍然希望祂的儿女 敬畏神 成为圣洁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 每天都是在处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们在教会的服饰 也许只是一些 看似不起眼的所事 但是神却仍然在 我们的琐碎生活中掌权 盘旺弟兄姐妹 存着敬畏的心 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每一日 在小事上顺从神 荣耀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虽然我们软弱 你却不放弃我们 在你公义的律法中 教导我们 活出敬畏和圣洁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 数算神的恩典 立定心智跟随助 不偏离脚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